警方在获取了这种名为小黄瓶的饮品后 立即对内容物进行了成分鉴定 发现其中竟然含有药品 伽玛抢积丁酸 最开始它这种药是一种麻雷剂 刚开始用的时候 刚生产出来的时候 后来发现它对眼神体有依赖性 就把它并列为国家一类精神类管控药品 对眼神体都是有害的东西 由于迷惑 包括现在也是 不允许它个人生产或销售了 经过缜密侦查 2018年9月 警方在审核区某公寓内 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 捣毁加工窝点一处 据犯罪嫌疑人唐某交代 他是在网上买到的 伽玛抢积丁酸原液 为了掩人耳目 他把药液掺进了某品牌饮品中 随后两个月内 警方顺藤摸瓜 跨省追查 再次捣毁加工窝点两处 查获生产原料200余公斤 代售药水500余香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目前涉案的16名人员 因涉嫌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 被警方刑事拘留 警方提醒 现在一些所谓的网红饮品 已经成为一些青年人 热衷的时髦消费品 特别是在酒吧 KTV等娱乐场所时有销售 大家在购买时 要杜绝那些来历不明 或者在包装上被人动过手脚的产品 盖儿有印 起着的印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小孩看到的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 包括这个瓶盖儿看一下是不是原始的 还有一种我们查过 他有一种没有外包装的东西 也是这种有毒有害食品 所以说大家在心上点中 在酒吧第一厅玩的时候 注意点这些床面的东西 谢谢大家